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是啊 李宗盛 那一對夫妻 那個姊妹 叫做劉冠寧 他有一個外號叫做 大醬窩 歌后 可能有沒有人還有 還記得 當他們夫妻 同時罹患癌症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世界末日了 没有 那个 刘姊妹怎么说 她只是可能是 不能接受了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然后呢 神的喜乐跟平安 就充满她的心 然后 她的弟兄 立患癌症的时候 她说因为她是第二个 所以很快的就调试过来 怎么有这样的事 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我们看到神在他们身上 有很大的恩典 所以到最后 他们就得到医治 然后 或许有人会说 这个是巧合吧 因为他们有去看医生 对不对 可是 他的第一个见证有没有 那个弟兄的第一个见证 就这样花高烧 然后医药都没有用的情况 然后 医药之间在异象或者是异梦的里面 然后神医治他 这个大概就没有别的解释 但是在这段影片里面 你可以 发觉一件事 他们说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 因着神的同在 因着神的同在与质疑 他们可以充满平安跟喜乐 他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恩典 这样一个特别的恩典 是神给所有的基督徒的 在影片的最后的地方 那个 刘子妹就 影片的最开头的时候 刘子妹讲到一件事 当她在一个困难的环境的里面 然后神告诉他 神要让他学的功课是 在无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的里面 都要坚定的来信靠神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信心 让他可以度过艰难 让他们的病可以得着医治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 叫做神医神的医治跟信心 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 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 我们这边有 好不好 我读第一节 我读单节 然后就请你们读双节 过了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家百龙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有其佛的聚集 甚至也能写 那么有的同意 耶稣又对他们讲到 有人带一个摊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 不得了心前 就把耶稣坐在了房子里 带了房地 你猜通了 就把摊子里面坐 把摩托的路之后追下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小子你的罪涩了 人多心都不是坐在他里 心里遗伦之后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健忘的话了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人多心都知道 他们心里这样遗伦 就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遗伦呢 或对摊子说 你的罪涩了 或说 起来 拿你的路子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我呼吾你起来 拿你的路子回家去吧 拿人坐起来 立刻拿着路子 把众人面前出去了 几次众人都惊奇 为药与神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谢谢 谢谢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谢谢你 今天早上 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 这是你所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护问 因为你应许 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 你要与我们同行 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是我们的盾牌 就是我们的绑壁 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在我们的旁边 主 我们谢谢你 求你今天早上 就让我们明白 在地上我们会碰到苦难 会碰到疾病 但是你就是帮助我们的 你就是医治我们的 把底下时间 恭敬的眼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 让我们感受到 你的同在是这样的真实 想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在上一次 我分享了神医的这个题目 下一页 神医的基本认识 稍微再复习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有疾病 是因为人论的始祖亚当患罪 所以就把死亡跟疾病 带到这个世界 然后呢 在马太福音八章十六到十七节的地方 有一次耶稣医治了所有人的病 然后圣经上解释说 他这样的疾病是预验的 他救赎的预言 因为疾病是从罪来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 然后也同时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然后呢 病得医治 是神允许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福分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听神的命令 然后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我们如果好好活在神的里面的话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神一定会医治我们 那讲到神的医治的时候 可能有两个错误 或者是讲极端 第一个是在生病的时候 没有去求神 然后只求医生 然后第二个呢 认为说 如果是求神医治的话 一定要有信心 那有信心的话 就是不可以看医生 那其实这两个都是错误的 那第二个错误 可能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 那可是第一个错误呢 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们可能会在无意中 然后都会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 有一次我的母亲她就花烧 然后就送到急诊室 然后折腾了老半天 然后好不容易等到病床 然后我们就住进去了 我的心整个都晃下来了 我觉得没有问题了 现在已经住院了嘛 对不对 那交给医生处理就好了 可是没有想到 可能第一天或者第一个晚上 好像稍有慢慢退下来 可是到第二天的时候 突然间就搞烧了 我吓了一跳 后来医生来查房的时候 就讲说 有时候 如果说抗生素 没有办法去抑制病毒 或者细菌的话 可能会很麻烦 我听了这样子 突然间 就吓了一跳 因为听她讲得好像蛮严重的嘛 我就才晓得说 原来到医院了 还是不保险 结果那天她一直在花烧 到晚上的时候 然后烧得很厉害 然后开始在那边 混友向外 还是在胡言乱语 然后就在那边 讲一些脱离现实的话 那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玩了 那个 同一个房间 还有其他的病人 然后 我怕她这样 会吵到别人 然后我就叫她 就把她叫醒 然后 叫醒了以后 那我就想她 那再来怎么办呢 我就跟她说 你自己为自己祷告 她就真的为自己祷告 而且她那次的祷告 非常的奇妙 她祷告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都不晓得她能够祷告的那么好 后来 我回想的时候 我知道 是圣灵 在那个时候 在帮助她祷告 然后 祷告完了 我就跟她说 好 你现在不要出声音 你在心里面一直赞美 一直赞美 然后我们就睡着了 然后 第二天 起来 她的骚子都已经完全退了 那 那个时候是礼拜天 医生没有查房 到礼拜一 医生来查房的时候 医生看到这个情形 然后 因为 那位医生是为主任医生 他后面有跟 跟着其他几位医生 他就 叫护士把那个 他的温度的记录拿来 拿来 然后 他看了以后 就跟后面那几位医生讲说 这 就是标准的 假性花烧 为什么是假性花烧呢 因为 通常 你烧到一个程度以后 你要退下来 怎样 会慢慢的退 整个正常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是慢慢的退下来的 可是 在记录里面 他高烧了 然后就突然间没有烧了 所以 医生说 这个是假性的花烧 我不晓得 那个假性花烧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我经历了 一个神迹的一个医治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有个认识 生病 只有看医生 还是不保险的 下面 在今天我们这个经文的里面 我们从摊子的医治上面 我们要有两个很重要的认识 第一个 设罪 是比医治更大的恩典 在马可福音 二章七节 这里 文士就是 可以讲 当时的圣经学者 这样讲 说这个人 为什么 这样说呢 他说 外国人 除了神 以外 谁能设罪呢 文士的想法 是什么 他们可能在观察耶稣 因为 一个人从 屋顶上 然后这样 坠下来 动静很大 好像 耶稣总是要做一些什么 对不对 他们就看 耶稣要怎么处理 结果耶稣很让他们失望 说小子你的罪色了 在他们的想法的里面 如果耶稣这个时候 把这个病人医好 表示耶稣有真采实学 可是呢 就随便讲一句话 也没有办法查证 只不过是要把他蒙混过关而已 所以当耶稣知道文师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就问他们这个问题 他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色了 或说起来拿你的路子行走 也就是病能够得到医治 哪一样容易呢 哪一样容易 色罪比治病更不容易 邪灵也可以医病 但是邪灵没有办法赦罪 因为赦罪一定要经过十字架 赦罪一定要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 然后我们的罪才能够得着赦免 所以我们看 有一些人 可能在教会的里面 然后上帝医治了以后 然后可是他后来没有信耶稣 有人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得着了医病 他没有得着色罪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赦罪 是比医治更大的一个恩典 下面 然后呢 我们第二个认识 是神喜悦人的信心 在这边我们看到 耶稣为什么会给这个摊子 超过医治的一个恩典 是因为看见他们的信心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这个可能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 这样讲说 人会有信 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那这样一个信 这样一个相信 是怎样一个相信呢 相信就是要按照神所示的来相信 神是怎样一位神 神是他那个 对于来到他面前的人 他怎样 他要来赏赐 就是按照神的性情 神所示的来相信 信心为什么那么重要 我们晓得 信心或者是信任 它是怎样 它是关系的一个基础 两个人如果没有互信的话 永远没有办法建立关系 但是神希望跟我们建立一个很亲密很亲密的一个关系 然后他盼望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能够活出丰盛 能够活出美好 可是我们是不是一定都明白 那个小朋友 你如果跟他说 你现在好好认真读书 可是他的反应是怎样 财部了 我看电视比较好 是不是 刚刚我们看到那一对夫妇的夫妻里面 其实他们有十年的时间 在一个经济上一个很困难的里面 那个弟兄本来是一个银行的高阶的一个主管 可是后来他们觉得他们要顺服神的带领 然后后来就离开了工作 然后自己去创业 但是做生意都没有成功 然后甚至后来那个弟兄去当 就去当了皇屋的仲介 有一次 他前面很多的时间 那个都没有介绍成功 那有一次眼看已经快要成功了 就是等着要签约而已 然后要去以前他们很兴奋 然后夫妻两个人在一起 拼命的祷告 然后结果还是没有成功 那个弟兄很受不了很生气 但是那个姊妹跟他讲说 好我们现在来赞美 那个弟兄听了神经病啊 还赞美 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状况的里面 然后来学习来依靠神 后来我看到苹果日报 说那位刘姊妹现在连心上意 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带领 有时候是我们现在看不见的 但是呢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全知全能 还有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是好的 他不会把让我们受不了的事情 然后就一直看看我们在那边很痛苦 不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 神训练他们 然后让他们有一些信心的学习 然后后来神就要给他们一个更大的 一个祝福 好下面 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我们得着医治 跟信心很有关系 可是每一个人是不是 对得着医治一定都有很大的信心 可能不是嘛 那为什么人会缺少得医治的信心 第一个就是缺乏对神的医治 这样真理的一个认识 我大概在四十多年前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信耶稣 大概我信耶稣的前面的十几年里面 大概都还没有听到神的医治的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本身是会信耶稣 是因为我得了蓝尾炎 孰贞盲长炎 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并不信耶稣 但是我有在教会的里面参加唱诗班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在一起 然后诗歌很好听 是为这样子去了 那我得了盲长炎的时候 然后我就想到圣经里面 有一些耶稣医治的一些的记载 然后我也听到教会里面 有人说 哎呀神怎样怎样奇妙 有听到一些的见证 所以我就向神祷告 我说上帝啊 如果真的有你 如果你愿意医治我 请你告诉我 我就这样讲 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跟我讲说 你去读 去看你的母亲今天读的圣经的经文 我妈妈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 然后她每天都会固定的读圣经 然后我去看的时候是西伯来书十二章 那边一开始就讲到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 这个是我会做这个祷告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知道上帝回答我的祷告 然后后来我也就没有开刀了 我对神会医治这件事情 很肯定 没有问题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 可是我不确定 是不是医治会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后来我看了一些有关神医的书 加上我自己对圣经的了解 后来我来确定 上帝医治是在每一个人身上 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神的心意 就是这个样子 我举个例子 就是这边的雅各书 雅各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这边 他讲说 你们中间有病的人 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在这里的该是一个命令的语气 然后长老要抹油 为病人祷告 为他祷告 这也是一个命令的一个语气 表示说一定要这样子做 然后后面呢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有个条件就是信心 当这样祷告有信心的时候 那个病人 这个起来 你晓得 他跟 互活 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起来的时候 好像就会联想到互活这个字 好像很重的病人 你看 都可以起来 是这样子 所以 这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应许 可惜这样一个应许 到第九世纪的时候 会变成 有一个 那个时候教会 把这节经文 把它当成一个叫做临终抹油礼 看到没有 这临终抹油礼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快要死掉了 对不对 所以 那个 就 那个 由教会的负责人 然后去 去为他抹油 然后 因为怎样 因为他后面讲了说 他若患了罪 也必赦免 好像蛮正确的 其实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为什么 上帝 从来没有说 我们认罪 还要经过一个代理人 因为一书 一章九节怎样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 我们自己跟神认罪就有效了 不需要经过代理人 可是 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呢 我们看 这一节经文 它的用意是什么 用意 那个对象 不是犯罪的人 是怎样 是生病的人 生病的人 可是 为什么 又有后面这句话呢 因为 有时候生病 可能基督徒 是有犯罪引起的 所以刚刚在那个影片的里面 我们看 那位刘姊妹怎么样 她就先问神说 生病的时候 就先问神说 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 对不对 没有的话 她就很放心了 对 所以 她的重点 是 要让病人得着医治 但是如果是病人 她有得罪神的事情的话 当然去帮她处理的人 会处理到这一块 然后让她自己认罪了以后 她如果是患了罪 她也会得着赦免 所以 我们看 她把一个 要医治让人家得健康的经文 把它应用成 要拜拜的经文 所以 当 我们对 那个 神医治的真理 没有认识的时候 神医治的事情 就会慢慢的消失 好 下一页 为什么会 缺少得医治的信心 第二个理由 是没有期待到 神会介入 所以就缺乏精力 当 当大家都缺乏这样的精力的时候 就是 都不会有这样的 一个期待 那 我们看 雅各苏四章二到三节怎么讲 他说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所以 得不着 有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这样 不祷告 另外一个理由呢 祷告 祷告 超过了 应该祷告的 忘求 可是 病得医治我们刚看到 那个不是忘求 常常可能是不求 那 下面这一位呢 吉蒂尔 他是 在美国 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神学院的一个老师 他以前当他没有经历神的时候 对圣灵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 他认为说 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 所以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 神不需要用太多的 再用很多的神迹 来证明他的话 所以 神 如果现在有行神迹的话 可能是很少 可能是偶尔 很少见 他本来是这样一个想法 可是 后来他自己亲身到 经历到神的工作了以后 他晓得他 以往的看法是错误的 所以他后来变成 教导如何正确的应用属灵的恩赐 一个蛮好的一个老师 他 有一次 他就有机会跟 一些非洲的传道人在一起分享 结果他就发觉 为什么在非洲 有许许多多的人 并多得到医治 无论在质量上 或者是在数量上 都超过美国超过了很多 超过他自己的地方 后来他就得到了一个结论 因为美国的医疗设备很好 然后经济也很呼吁 有病就是往医院送嘛 所以大概就没有想到祷告 那非洲呢 医疗设备缺乏 然后 又很穷 然后还不一定看病 还不一定看得起 所以他们只好怎样 只好拼命地祷告 所以在他们当中就有很多 神之间医治的一个神迹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论 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是什么呢 好像神不在乎 你是看医生得医治 还是祷告得医治 好像神都不在乎嘛 对不对 但是 祷告得着医治 和看医生得着医治 有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别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医生得着医治 然后忘了祷告的话 神的医治这样一个真理 就会慢慢地在教会的里面消失掉了 因为看医生就好了嘛 所以是不是 我们生病的时候 要记得 除了看医生以外 然后 也记得要祷告 或者 有人也愿意学习 就是借着祷告 然后不用看医生 但是在这里面 有两个情况 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第一种 当你 不是觉得自己有信心 然后可以依靠神 完全得着医治的时候 不需要勉强 因为 上帝 不会觉得说 我们去看医生 就是什么不好 不会这个样子 然后 第二个人 如果那个病是一个 蛮严重的病 除非 上帝有很清楚的话 或者是很清楚的印证 不然的话 还是要去看医生 为什么 因为 要怎么样医治 那个是上帝的主权 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有一次 我身上有个皮肤病 我那个时候 也在学习说 是不是可以不要看医生 然后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祷告 可是 好像 祷告的几天没有好 那我就想说 上帝 大概不是要 直接来医治我 然后 我就自己去买了 那个药膏 然后 就自己在那 插在 那个 患处 然后 然后 可是 那个药都差不多 擦完了 还是没有好 所以 我就开始想 大概是那个药 可能是太弱了 那我是不是再去买 强强一点的药 如果再不行的话 那就只好看医生 因为 我觉得那个 大概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是自己买药来擦一擦就好了 那就再要去再买药以前 药用完了 然后 好像内心有一个意念 你为什么不再试试看祷告 我说好啊 我就再试试看 然后 第一天 病情好像没有恶化 然后第二天 好像还没有恶化 然后后来好像 有再好一点的样子 然后 到了最后 我都忘记要祷告了 然后有一天 突然间我发觉 那个地方怎么好了 这个时候 好像 在 我的里面 突然间跑出来一个意念 神是不可以掌控的 神不是按照 我们想要的方式 然后 我们认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神又主权 好 下一页 好 我们要快一点 在 那个 这段经文里面 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 有三个 学习 第一个 要除去神 跟我们中间的一个 拦阻 那 在这里 他们的拦阻是怎样 门外都 门内都 挤满的人 那他们 找到一个方式 就是从屋顶上下去 那个时候 嘉白龙的 房屋是怎么样呢 它在外面会有一个楼梯 然后楼梯的 那个屋顶呢 它是用 除了大梁 主梁以外 其他的地方都是用树枝 还有一些蓝镜 都这样密密的把它铺起来 然后在上面再盖泥土 所以怎样 所以 那个屋顶 它拆其实 原文那个拆是挖 是把它挖通的 他们要来到 耶稣的面前 先要 除掉 拦阻 他们跟耶稣中间的 这样一个拦阻 可是 这个是一个 有形的拦阻 还有一个无形的拦阻 是他们心里的 你晓得 当这个摊子 它要被坠下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 它要开始面对 众人异样的眼光 那个摊子 那个样子不是很体面 所以 他会不会很希望 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看着他 然后那个样子 会不会 我那个 三岁的外孙女 他如果不穿裙子的话 他都已经不肯了 他一定要穿裙子 他一直不肯穿裤子 那这样一个大人 然后 而且这个时候呢 平常的时候可能有朋友来陪伴他 可是这个时候他需要自己一个人来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他又冒一个很大的险 因为假如耶稣没有医治他的话 他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他受了这么大的难堪 这一切 都是他很难接受的 而且如果耶稣很严厉的话 甚至骂他 然后把他赶出去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很不正常 对不对 有没有人 你来求我 然后这样子弄了 有没有 没有嘛 对不对 他的内心里面 其实也是挣扎的蛮不容易的 可是 他在这样一个情形的里面 他还是愿意 所以他要先出去他里面的拦阻 才有办法除去外面的拦阻 所以 我们来看这个 哦 还没有 那 所以这个时候 耶稣怎样反应就很重要了 因为 他下来 然后耶稣是不是把他赶走 我们刚刚讲那个情况 在挖洞的时候 这个房间 他们那个房间没有很大 因为屋顶都是铺泥土 所以灰尘就开始下来了 对不对 然后整个房间很小 然后又是密闭的 所以就会烟雾弥漫 开始觉得呼吸不是很好 然后 他们要下来的地点 会在哪里 会在靠近门口的地方 不是啊 一定是很靠近耶稣的地方 所以 那个 这样子 泥土下来的时候 是谁首当其冲 耶稣首当其冲 然后这样下来的时候 那泥土一直下来 然后 耶稣整个人 这个名乎起始的 叫做灰头灰脸 对不对 所以当这个摊子下来的时候 耶稣非常生气 出去 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 我们看到一句很稀奇的话 说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这一些的情况 耶稣好像都没有看到 耶稣只看到他们的信心 这样的信心是什么 这样的信心 就是 他们相信 虽然他们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 可是 这个摊子 仍然可以得着一致 这就是 照着神所示的 来相信神 来相信 神的慈爱 可以大过他们的过患 这就是 我们所相信的神 所以 我们来看 神跟 我们中间是不是也有屋顶拦住 可能我们会觉得有很多屋顶 这个事那个事 但是 在外面看见的事 里面 是不是我们的内心 已经先有拦住了 我们内心的拦住 可能是我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觉得 我们付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 上帝真的会医治我吗 上帝真的会帮助我吗 然后呢 另外有一个拦住 可能是我们对优先次序的一个选择 我们会 我们会有没有把上帝排在比较前面 然后把其他的事情排在比较后面 如果我们把上帝排在比较后面的时候 那永远会有许多的拦住 那另外有一个拦住 可能是一个侥幸的一个心理 最近听说有一位基督徒的老板 然后他明明知道做假账是不对的 可是他还是做假账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上帝会原谅他 侥幸的一个心理 当我们在一些状况的时候 我们认为 这个上帝大概不会跟我计较吧 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 那另外还有一个里面的拦住 可能是时间 因为怎么样 因为有时候我们祷告上帝 好像没有立刻就答应 但是 我们一次两次三次以后 我们觉得没有希望了就放弃了 我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 我们里面的拦住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如果觉得说你来到神的面前 好像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的拦住 先看看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拦住 当我们把我们里面的拦住 把它除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除掉外面的拦住 那在这里我们第二个可以学习的是一个 童心的一个信心 这些人都很有信心 耶稣称赞他们有信心 对不对 可是光有信心 光这些人都很有信心 够不够 还不够 他们要做一件事情 要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好 很顺利 可是当他们来到这个房子 然后看到都进不去的时候 考验就开始了 有一个人就说 我们可以把屋顶拆掉 然后马上就有人呼吁 说太棒了 太有创意了 这个一定是圣灵的感动跟带领 可是另外一个人他的看法不一样 他说 不行啊 我们堂堂正正的基督徒 怎么可以做这种鸡鸣苟道的事 他的对方听了就很不舒服了 说你怎么这样讲 说这样死骨不化 顽固不灵 你难道一点点都不知道变通 这个叫四级重拳 你懂不懂 另外听到他是很有法律知识的 他说你知不知道 去毁损建筑物 如果是严重的话 是要处罚六年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这是台湾的法律 对 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 他们可能就开始争吵起来了 谁对 如果他们因此就散火的话 没有一个人是对的 但是他们最后怎么样 最后他们就好像就取得了一个协调 说对了 拆人家屋顶是不好的 那我们是不是 事后我们可以去郑重的跟屋主道歉 然后帮他恢复原状 然后再给他赔偿 我想这样子或许可以因为怎么样 因为好像你要让这个摊子并会好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如果错掉了以后 可能这个摊子还要等很久 可能他是不是以后还有机会 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让他们放下他们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这边告诉我们说 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 要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的话 神就要来成全 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同心很重要 即使人很少 但是我们可以同心的话 上帝都要做 然后第二件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 两个人以上就开始有同心的问题了 两个人以上可能就没有办法同心了 同心非常的重要 那他们为什么那么能够同心呢 刚刚摊子还有那四个台大的人 因为怎样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因为他们都很爱那个摊子 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那个摊子 并能够好起来 我们是不是也有共同的目标 你看这一节经文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四十七节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殿里 且在神家中剥柄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患 赞美神 得众名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 加给他们 他们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你如果只看后面那句话 你还会觉得很有意思 光是每天高高兴兴的吃饭 然后很多人就能够信耶稣 有这么好的事吗 他们没有做很特别的事情 可是他们做一件事情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做每一件事情 即使是很平常的 那当他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以后 发生什么事情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天加给他们 为什么 因为当他们同心合一 彼此相爱的时候 这样一个合一的见证 就把天国给带下来了 他们周围的人 看到他们生命的不同 周围的人 看到他们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觉得羡慕 而且当他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 在这样爱的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能力 或者是心灵破碎的人 经到他们中间就得着一致 发生了什么 可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们就是在 这样一个平缓的里面 在同心彼此相爱的里面 把神的国带下来了 这或许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看气氛很重要 所以下一个 欧巴乙学习第三个 我们要建立信心的一个氛围 在马可福音二章二节这里 是讲到他们那个时候的情况 有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所以耶稣是很受伤害影的 在那个时候 然后再看马太福音 十三章三十八节这里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 就在那里不多行义人 然后马可福音是写说 不得行什么义人 意思就是说 因着他们的不信 耶稣就被限制住了 没有办法行什么义人 然后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五节 这边正好相反 说那里的人一认出耶稣 然后就打花人到周围的地方去 然后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受到更大的欢迎 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的穗子 摸着的人就夺好了 当耶稣受到更大的欢迎的时候 就有更多的神迹奇事发生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在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 我们那个时候非常重视聚会 因为每一次的聚会 都是来与神相会 神的同在就会在聚会的中间 所以我们聚会 也同时享受到神的同在 不只是在主日的聚会 即使在 现在我们称的小组的聚会 也是一样 那那个时候在我们家 有一个家庭的一个聚会 那有一对夫妇 他们好像比较晚来 我们觉得奇怪 因为通常我们聚会都会蛮准时的 后来才晓得那位姊妹花高烧 她来了嘛 所以聚会的最后面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鼻子带倒 然后我就 说我们来为某某姊妹祷告 结果她说你们不用祷告了 因为怎样 因为刚刚在聚会的里面 神已经 遗止我了 她觉得流了很多的汗 跟我们看到的影片一样 然后她稍后就退了 当人心渴慕的时候 当这样一个渴慕神的气氛的 这样一个聚集的里面 神就会做工 上个月 我去参加我大学时候 一位团契 契友的一个追思礼拜 她是一位牧师 然后在追思礼拜里面碰到 蛮多的一些的 以前团 团契里面的器友 大概有十几个人 然后会后我们就聚在一起 然后有一些的分享 在那个聚会的 在这样一个分享的里面 其中有两位是牧师 有三位是退休以后 然后去读神学院 然后里面有一位 她是做宣教的工作 她是专门做回教地区的 她讲说 如果不晓得怎样的来跟随圣灵的话 你到那个地区去 大概是根本没有办法存活 她说你们 如果要看神迹奇事的话 你就跟我一起去 一定可以看得见 我们那里面 另外有一位弟兄 她这样子讲 她说她一直在等待 神有没有呼召她 然后要放下工作 然后出来服侍神 可是神没有 所以她要怎样 她就决定她要好好的赚钱 为什么好好的赚钱 因为她好好的赚钱 可以把她奉献给教会的事工 奉献给神的事工 她现在在支持一位玄教士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 因为在我们当学生的那个时候 流行一句话叫做 毕业生的伤亡率 基督徒的毕业生 然后离开学校以后 然后被社会童话 慢慢的就失去了信仰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讲到毕业生伤亡率 好像那种状况是蛮严重的 可是已经经过了四十多年了 当我看到这一批人都还健在的时候 不但是存活 好像都还蛮有见证的时候 心里面都充满了感恩 可是为什么会能够这个样子 可能有一个原因 在我们那边的弟兄姊妹的分享的里面 有一位他这样子讲 他是一位传统的基督徒 他说他那个时候到团庆来的时候 觉得非常的不适应 为什么 因为到团庆来还要祷告 还要灵修 还要读圣经 还不还啊 他那个时候本来是这样一个心态 可是后来他有一个认识的人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突然间紧接到 生命原来不在人的手里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很 觉得他要在信仰上要认真 所以他毕业了以后 他说他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红包的问题 他是一位公务员 他不愿意收红包 但是你晓得 不是他不愿意收就不好了 因为如果他同事多收的话 他不收他会收到很大的牌子 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压力的里面 他说他被调查局 约谈一次被检察官约谈四次 可是到最后面 感谢主都能够全身而退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氛围 因为那个时候 在我们团契的里面 有这样一个对神认真的 这样一个氛围 然后我们看到 耶稣那个时代 那一些人 对耶稣这么乐乐 这样一个氛围的时候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神的工作 就很明显的得着神的保守 所以盼望烈火教会也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树林的一个氛围出来 我想到那个孔子一句话 群居中日 然后怎样 群居中日 言不及议好行小会 对不对 如果弟兄姊妹在一起 然后每天都聊一些八卦 然后都耍一些小聪明 连孔子都认为没有什么前途的 可是当我们真的是很认真 对神认真的时候 然后我们将彼此的来鼓励 然后这样的一个氛围 会带领我们 以后上帝不见得带领我们一直都在烈火教会的里面 可是我们如果是在这样一个气氛的里面来成长的话 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 原来以前这样一个氛围 对你的帮助有多大 我们今天讲的是医治 医治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晓得神的心意是医治 然后我们晓得我们的生活跟得着医治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我们也知道信心对我们得医治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然后最后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下面 这边是耶稣问贪子的问题 说你的罪色的还是病得医治 他觉得他问文士觉得哪一样比较容易 我现在正好把这样一个问题稍微改一下 我请问我们大家好不好 如果说我们要相信你的罪色了 还是要相信你的病得医治了 我们自己会觉得哪一样比较容易 如果我们生病的话 我们会觉得哪一样比较容易 我会觉得哪一样比较容易 对 可能我们说你接受耶稣 你的罪就会被射了 我们觉得好 我就这样接受 不会有什么觉得需要太大信心的问题 可是如果我们生病的时候 然后说上帝要医治我们的疾病 我们是不是还有相同的一个信心 但是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相同的一个问题 罪色的是谁做的 是神做的 病得医治的是谁做的 同样是神做的嘛 对不对 那相同的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明白的话 或许会让我们病得医治 有更大的一个信心